來到哲武 那我還是先問一下 就是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到哲武的 有的話可以舉個手讓我知道嗎 有 還是有 好 謝謝你們 那我還是講一下說哲武在做什麼 就其實哲學興趣五啊 在台灣一開始是在台北的十大夜市 就有一群人他們拿著大聲工 他們就站在十大夜市的街頭 拿大聲工大聲在談 他們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或是有興趣的一些事件 那慢慢的發展成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就會有一群人在一個室內空間 一群人就是在室內空間 用禮拜五的晚上 那他們談什麼呢 他們就談他們有興趣的公共議題 不管是什麼 只要這個議題具有公共性 就可以在哲武來談他 那以哲武台中為例好了 就像我們今天談的司法改革 或者是一些人權的議題 或者是所謂的青少年回到家鄉之後 怎麼參與政治等等的 只要這個議題大家有興趣 那具有公共性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哲武來談論他 那為什麼我們這群哲武的志工呢 會希望有這樣哲武的一個空間 大家來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以往 我們可能以前啊 我們都會覺得說 這些公共議題啊 或者是我們再講 講小一點 我們講政治 我們都會覺得說 這些事情好像離我們很遙遠 好像都是所謂的大人物來決定 我們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空間來好好談論他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創造出哲武這樣的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用比較輕鬆的心態來討論這些公共議題 那我們每個禮拜啊 都會請不同的講者來講不同的議題 但是哲武有一個特色 哲武的特色就是 其實坐在台底下各位才是哲武的主角 所以我們在談論不同的議題 我們很希望在台下的你們 在最後QA可以踴躍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不一定是問問題 或者是你對於講者今天談論的一些主題 有不同的想法 你都可以很大方地去發表你的意見 因為在台底下你們才是哲武的主角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創造出這樣的空間 我們可以藉由這樣子理性的互相討論 也許我們可以針對很多不同的議題 找到一些共識 對 那 剛剛有講嘛 今天的主角其實在台底下你們 所以等一下要進行哲武的一個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那等一下我會把麥克風傳下去 那大概每個人就用30秒的時間 你去講說 為什麼你今天會來這裡 那你是誰 是對於我們今天談的主題啊 司法改革是有怎樣的想法 還是你是誰的 你是想要看哪位偶像 可能今天來車路這樣子 對 都可以用30秒的時間講一下 對 那就從這邊開始 那大家好 我是來自基隆的夥伴 就是之前在那個 司改會在基隆有一趴 然後 我剛好在我想辦活動跟不到很 很歐 然後我剛好趁這次來台中辦活動的時候 我就順便過來這邊聽這樣 好 很高興認識大家 大家我叫齊聖峰 那我會來這邊是因為常常聽到司法改革 可是對這個內容其實還蠻陌生的 可能比較有印象的就是 可能之前的黃世民洩密案之類的這樣子 那所以想要說來了解一下內容 其他中央那個黃世民 這也是 對 我以後會講到嗎 喔真的這樣剛好 大家好我是陳詠珍 然後我今天來一次看 林西莊律師跟陳美月小姐 是看偶像的概念對不對 對 大家好我叫侯梅菲 我今天是特地來看我的表姐陳美月的 來支持一下她 大家好我是熊秋智瑋 我想這邊是因為我是 你是陳美月的親友團 也是司改會的志工 謝謝 大家好我是文化高中的學生 然後其實 我們學校寒假會辦一個社會課禮隊 然後所以我已經去過台中地院兩次 然後也去旁聽過兩次 對然後就是其實司法改革跟我們 很多社會議題都相關啊 包含坐台到底合不合法 然後還有一些像實習三萬議題 所以想再多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叫鄭宇其實台中人 我今天就剛好有空 所以就過來 大家好我叫鄧宇文 然後就是今天會來是因為 就之前常常聽說 據說就是以前的司法受到爭執 或是其他事宜的介入 就比現在嚴重很多 然後就很好奇說 就是司法 台灣的司法到底怎麼走過來 大家好我是湯永軒 然後現在是實習律師 對司法改革議題很有興趣 今天是來學習的 大家好我是陳正傑 然後 因為我之前有聽那個 邱潛之講那個鄭信澤案 所以就是想說 我們就來多了解一下 大家好我叫歐逸吉 然後我是來自台東大學的學生 那因為我聽說這邊 就是有 常常就會就是 討論很多特別的議題 所以我就跑過來聽 好謝謝大家 是聽誰說的啊 聽朋友嗎 聽學校老師 我叫劉秀平 然後我是宗教大的學生 然後因為 覺得那個標題嚇得很神秘 所以我就 等一下 我可以知道神秘在哪裡嗎 就是傳說中的那個 就讓人很感興趣 好像打開門會跑出什麼東西 對啊 好像會有秘密一樣 所以我就想要來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王陽軒 我已經退休了 那我在1996年的時候 英文吳宜宗看到 有篇文章 三年三次 所以啟發了我寫完我的論文 那我今天 剛好今天早上吳宜宗看到 所以就過來聽聽 好謝謝 各位好 那我是學生 高中學生 那目前對法律有興趣 所以我就順其自然報這個做團會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蔣豪宇 然後我是台北大學研究所的學生 然後我之前律訓的時候 我聽過林志龍律師的課 然後今天剛好來台中找我朋友玩 所以就順道過來 對 然後我同時也是那個 有一個網站叫法律百萬元運動 跟我們編輯 大家好我是洪世玉 我是東海大學學生 同時也是東海灰色的成員 那對這議題是蠻感興趣 所以今天過來 大家好我是郭彥宏 我是台中二中學生 然後就是大學想要讀法律系 所以今天就過來先了解一些相關的議題 大家好我是黃修安 我也是台中二中學生 另外一個身分是司改賀親友團 謝謝 大家好我是洪維芳 目前住在台中 那我對司法改革有興趣 可是都不是非常了解 剛好有機會看到這個信息 所以就來這邊 大家好我叫郭浩仁 法律系剛畢業 今天是特別來聽林律師的演講 謝謝 大家好我是司改惠的韋婷 因為我是林志忠律師的粉絲 所以今天來聽林志忠律師的演講 另外那個 因為另外一位講者 每月是我的工作好夥伴 那我們剛剛環島結束 14天的環島新程結束 我想要看看這一路上 我們經過同樣的路 他們會不會跟我看到同樣的佛景 為什麼假如我在搖頭 那你太快了 大家好我是蘇智雅 那我現在是律師 那其實我現在也是想要 我也是很想來聽 志忠老師的演講 那就是 希望等一下可以得到 很好的聽到很好的經驗 這樣子 大家好我叫謝忠律 那我目前是學生 那之前就是有聽過我們公民 公民老師 嘉義老師他之前有講過哲務 然後剛好這個議題就 我也很感興趣 因為之前看過正義的營營跟五彩青春 然後就被司法改革 這塊就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就過來聽 謝謝 大家好是謝忠太 我是經濟大學的學生 今天來是剛好路過 也覺得這一點有趣 大家好我是高一哲 然後我是台中女中的學生 因為蠻近的 然後 公民老師有分享 就是在臉書分享這個活動 所以想要來看看 謝謝 喂大家好 我是Mil 我是交通大學的學生 然後接人會來 是因為最近就是有聽過哲務的 就是 就是名聲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大家討論公共議題 然後我個人是蠻像 就是類似像啟蒙運動時代 然後大家可以聚在一個場所 討論公共議題 非常隨便 就慕眠而老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賴建興 那我是一個上班族 今天未來是覺得 今天的題目蠻重要的 那也是第一次在哲務廳 關於施改的議題 謝謝 謝謝 那個大家好 我是哲務的志工 那我叫韻芳 我之前就是有上過 王金屬老師的社會學課 上面也會有講 也有講過一些 司法改革的東西 然後因為 因為那個王老師 還滿 就滿敬佩 就是林律師 然後所以 我就對 就是律師 覺得很好奇 然後想 看看說 就是律師之前 就實際的分享 跟我以前老師的論文 寫的有什麼差別 或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有什麼一樣的地方 這樣 謝謝 對不起 我是東海大學老師 我是律師的老粉絲 大概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因為他的題目 《傳說中的東西》 我自己是念生命科學的 我們最喜歡說 《傳說中的傳說》 所以 所以來聽聽林律師的 《傳說中的傳說》 是甚麼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許孟希 今天有榮心來聽 林律師的演講 主要是因為 我擔任司機 所以才能夠出席 太榮心了 大家好 我叫廖家師 我是 這禮拜五的 廖家師 我今天沒有什麼想 我今天會給你 很痛 因為我是 我的粉絲 我以後對 團色黨的 故事有很有趣 這段 我 自我人生 我真的不聽過 我第一次聽 團色黨有 有一段 的故事 所以我也有 很幸福 要聽 林律師 來說 以前一段 團色黨的 台中電影 《三鳳三》 這間 發生甚麼事 大家好 我是惠銘 那我也是 台中哲學 星期五的志高 大家都 自接過了嗎 好 那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 哲武啊 是一群志工 只不成的 那我們其實也沒有拿 任何的 所謂的薪資 或者是甚麼 那我們 我們也感謝 就是想想人文空間 就是提供我們 那麼好的 空間 就是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我們如果 如果等一下 各位朋友 如果口渴的話 我們志工會把這個 點飲料的單子 就是傳下去 那如果你口渴 想要喝一杯茶類 或者是咖啡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在單子上 然後傳給我們志工 對 那我們就是真的 口渴想要點一杯飲料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 感謝想想人文空間 給我們那麼好的一個地方 來舉辦那麼有意義的活動 對 那接下來時間 我們就把麥克風拿 交給主持人總理 好 非常感謝凱瑄 幫我們開場 我們哲武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是哲武的志工 我們哲武當然 就是像凱瑄講的 就希望說大家可以 在這個場所裡面 來暢手預言 討論大家想要 感興趣的這些議題話題 那其實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有關於 台中地院303的故事 然後也包含了 待會要來談一下 司改會這個環台 收集這個全台司改意見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今天很榮幸 因為我以前也在司改會工作 我之前也在司改會工作過三年的時間 那其實在從事有關於司法改革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一個歷程 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寫有關於台灣司法改革裡面的 有關於司法人士的轉型正義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其實今天我很期待說可以聽到尤其是林律師 要談有關於台中3034的這個 就是台中地院3034的這一段故事 其實我們知道說在過去比較威權的時代 其實在過去威權時代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徐水德曾經說過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一句話 可是同時我們也知道說 原來不管是什麼樣一個政權上台以後 其實他們都想要掌控司法 你不要以為是只有國民黨想要掌控司法 任何一個政黨上了台 任何一個權力執政之後 司法都是一個有權利的人都想要伸進去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說在過去是如何來控制司法的呢 那比如說很簡單 剛剛有人提到這個王興壽老師 其實在王興壽教授的研究裡面其實就提過 在過去的威權時代很簡單 要掌控司法就是掌控兩件事情 一個是掌控案件 一個是掌控人事 那案件就是事務上的分配 我想說待會應該就是所謂在台中地獄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知道說 可能過去到底是一個威權的體制 如何是伸進去到這個黑手如何伸進去司法 尤其在案件的分配上 那我們也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談到案件分配 可能有一些除了在場有一些是法律人 有一些非法律人的同學或比較年輕的朋友 你可能會不知道說 那案件是怎麼樣 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前前幾年 比如說這個陳瑞扁前總統 他的案子是有時候是 大家有聽過那個 在案件的分配是分配到 大家很care說是哪個法官來審 有沒有這個印象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牽扯到說 原來以前的案件分配又是怎麼樣呢 到現在我們司法改革又走了多少 那我們必須要講 台灣司法改革不是沒有在進步 是有在進步 但這個進步 也許對很多人來講是緩慢 對什麼人來講 對需要上法院的人來講是緩慢的 可能甚至不滿意的 所以我們現在新任的總統也講了 司法改革是一個他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那我們就來期待看看說 這個新政府如何來從事一個司法改革 讓他大到闊府的改革工作 那我想我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來介紹這些過去的司法改革歷史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今天的主角 我們林律師 林志龍律師 過去的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那他來告訴我們 他如何經歷過這一段司法改革的一個路程 那從他的觀察 那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司法改革 又做了多少 那我們未來又應該要怎麼走 那待會林律師會先分享 那林律師之後呢 會由我們司改會的同仁 宜征 他會來跟大家分享環島的一些經歷 然後目前司改會想要從事 哪一個方面的司法改革 他們看到了哪一些東西 我想會由他來再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我們是先歡迎林律師 謝謝 謝謝 來 & 繼續